中國和歐洲二千多年內都有一條絲綢之路 現在這條絲綢之路 中國在習近平上場之後 就提出一個一帶一路的構想 來解決幾個中國面對的問題 亦都是兩家國家所面對的問題 我對這個絲路的小小閱讀之後的理解 告訴大家 大家同不同意我的理解 因為我的理解是否錯誤 基本上現在中國內部的基建 已經逐步完成了 所以中國現在有一個很龐大的 基建生產能力的成餘 一定要為這個生產能力做出路 當然包括做水泥、鋼鐵、建工路、鐵路 或者是高鐵等成餘的生產能力 如果不用的話 這些就浪費了 所以這是第一 第二 現在中國有很大的儲備 大部份儲備都仍然持在美國國債上 如果大家同意我對美元的看法 拿著美國國債 就肯定不是一個很聰明的做法 一定要想辦法 將現在拿著這些儲備 就會成為一些可以比較上 有高一點回補率的投資 如果說真的是儲備 你的投資當然一定是投資在國外 就不能投資在國內 如果投資在國內的話 你只是你自己本身的生產力的GDP 所以對國家沒有什麼大保障 第三 就是中國人傳統上 就是喜歡儲錢的 不是那麼喜歡花錢的 那就是說 中國內部消費的消費提高 就不容易 要哄到中國人花錢 是一件難事 中國人喜歡就算是花錢 也要得其所 所以如果中國的經濟要繼續增長的話 而又加上 如果在歐美的消費市場下降的話 中國就需要尋找一些其他消費的地方 去推銷它的產品 或者當然 另一個方法就是 提高自己國內的消費能力 但是中國人不喜歡消費 那就沒辦法了 而第三 接著就是第四 中國就需要抗衡美國這個主導的經濟體系 因為 中國就想和平這樣升起 但是 美國就不想你升起 他們的思維方法 跟中國的思維方法是很不相同的 中國的思維方法就是我們 我和平升起 我不想靠軍事力量去無聲 我只是想靠跟別人做生意 用軟實力無聲 但是這個有可能會和美國 造成一個極大的衝突 為了解決這個衝突 如果我這邊的朋友越多 這個衝突的機會就會越小 所以 中國需要朋友 但是現在的朋友很明顯 有一段時間 已經被美國全都立了 所謂的發展 已發展國家 因此 中國如果要找朋友 就要向那些發展中國家去找 所以 因爲這樣 我覺得 就不知道 哪一個戰狼團 總之 就是中國的戰狼團 提供了給習近平 或者習近平自己想到的 一個叫做 一帶一路的戰略方法 所以 什麼叫做一帶一路 就是說 中國會幫鄰近的地方 尤其是以前的思路上的國家 建立一些基本建設 在思路上的說話 我們知道 什麼大 什麼大 那一路 現在來講 又欠資金 又欠技術 生活水平是比較低的 所以 中國可以做一個 樣板 給他們看 我們可以這樣掘起 你也可以的 我們一起做 第二 就是 中國掘起的途徑是靠什麼 就是靠國家去做基建 當然 基建要錢 所以 最初的資本來源 引入 以及 利用中國人勤奮 做廉價的產品 賺取外匯 以外匯 作為資金 做基本建設 而在基本建設途中 中國面對很多技術問題 例如 高鐵 高鐵本身是一個大技術問題 能源輸送 那些管道本身要的材料 或者壓縮機 又或者水源輸送 那些水泵 那些建設方法 這些全部都是技術 中國現在慢慢慢慢摸索 這些技術 如果可以累積更加多這些經驗 技術會更加多 所以 這個計劃 如果它原本實際開來 對中國的好處是很多的 它的方法是什麼 就說 現在我和亞洲那些國家 成立過亞洲基建投資銀行 這個基建投資銀行 集中是做基建 即是說 這個投資銀行 所要做的那些計劃 那些project 主要會用來消化 中國剩餘的基建生產力 這個就是解決它中國的基建生產力 多餘的生產力的一個大好處 第二就是 在幫其他國家做這些基建的時候 他們沒有資金 正好中國就利用它大批的儲備 作為資金來源 支持國家去建建基建 因此 對這些國家來說 正好 有人幫你蓋上路 當然是好東西 而 相反來說 對中國來說 變成外匯 會投資到別人國家的基建上 而靠收將來的營運費 或者管理費 之類 就可以賺取這個投資的回報 即是說 將有一個可能會虧本的投資 即是美國債券 轉換成一個會賺錢的投資 這是好事 所以 對中國來說是好事 有經濟國家計過數 一元投入 即是說 中國政府花費一元 對於上油產品 上油產品 即是說 基建公司 即是那些製造鐵路 製造車 製造鋼鐵 等等 就可以有一個 1.98的回報 即是幾乎大一倍 不夠 九十幾個巴仙 但是 對下油的經濟大動 即是對接受這條路的國家 經濟大動 就是有三倍多的 換句說話 現在就放了一個很棒的提供給這些國家 現在 我有錢給你 我幫你建 當然 建的時候 我會用我的公司 我們有些上油 我們有自己的好處 不過對你來說 因為你有公路之後 你的產品流動就會快了 或者那些產品經過你流動的時候 你可以收一些其他的費用之類 你對你本地的經濟 效益 就是多於我自己拿到的 我就是 我投資一元給你 我就拿回 約末兩元 不夠兩元 一個多 約末、約末 我就雙倍了 我幾乎雙倍了 但對你來說 你基本上就是 不用怎麼付錢之下 你無緣無故就拿多了三倍 這是好事 當然 如果 嚴格來說 亞洲投資銀行 和 絲綢之路基金 兩個基金加起來 都是不夠錢的 因為 這些項目太大 中國 打算投資 一千億 到 基建 銀行基金 加上絲綢之路 都是 但是 這些項目是 多少千億 所以 現在 不夠 但是不要緊 最重要 就是 慢慢來 不要一次過做 因為 我們在說 消化 那些 中國多餘的生產力 一次過做 拘大了生產力 將來更加大問題 所以 你就按部就班 你做得多少 我們幫你 一步一步 慢慢做 如果 中國能夠打通 這條新的思路 即是 換句話說 中國 可以 跟 歐洲直接 連起來 你可以想像到 中國的產品 走到歐洲 方便程度 提高了多少 以及 歐洲產品 留到中國 或者 能源 在中東 或者歐洲 留到中國 那個效率 提高很多 所以 全球性的 經濟交易 效率會增加 這是一個好事 對全球來說 但在戰略上 就提供了 給這些發展中國家 另外一個選擇 即是 這些發展中國家 不需要再特別向 IMF 或者 World Bank 去要求援助 或者借錢 因為 IMF 和 World Bank 在美國控制之下 通常會跟著一些 比較苛刻的政治條件 要你國家變民主 又要用 開放經濟 加上資本主義 一大堆 但中國 一向都是 我們不輸出革命 也不輸出貧困 你要我們幫忙 我過來幫忙 幫忙 大家相贏 我這邊 就 因為我幫你這條路 我這邊當然是有好處 我的投資 我把我的投資 多元化 對你來說 有你的好處 你的好處 多於我的好處 要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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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提供了 給這些發展中國 另外一個 在政治上的選擇 他不一定要選擇 向美國靠攏 或者向歐洲集團靠攏 就可以想 我可以接受 跟中國這個合作計劃 中國不是援助計劃 中國沒有告訴你 只是借錢給你 起鐵路 或者如果你沒有錢 我幫你起了之後 我利用經營權 去賺回我的投資 這不是援助 但是 對你來說 經濟效益 下游的經濟效益 要靠你自己去利用 因為你有了更好的 基本建設之後 你的好處 這些基本的事 我只講 就是交通 鐵路和公路 其實 中國還想說 我幫你做水力 水源 或者電力 或者熱能之類 基本建設 我們什麼都願做 那 不是 大家合作 在這方面 中國 除了可以解決 我剛才說的 它的 基建 多餘生產力 它作為 Diversify 它的外匯儲備 而 可以提供一個 給其他國家 選擇靠攏的 大Partner 於是可以組成一個 比較大的 疏鬆集團 這個集團 不是盟國 不是說 你打我 我就一定幫你打別人 不是這樣 而是 大家的經濟 互相 走在一起 而這樣 使得中國本身 又因為一個 這麼大的 朋友的base 自己就更加安全了 因為 你美國佬 如果你真的想打我 我這班朋友 都起碼會幫我出聲 至少 他未必會幫我 出兵打 但起碼幫我出聲 可以好些 所以 我覺得 這個 一帶一路 是一個非常之聰明的做法 這個 我剛才說的 就是 在陸上那個 還有一個 就是 在海上 另一條海上私仇之路 那我就很希望 香港能夠 明白了 中國人的構思 即是 中國領導人的構思之後 就做一些力 在海上私仇之路上面 分花一杯羹 如果香港可以 分花一杯羹的話 成為一個重點城市 是海上私仇之路 開起點之一 這樣 香港的港元就會好很多 大家想想 這是我的建議 你們看看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 根據我描述下面 再多看一些 關於 一帶一路的構思 拜拜